呛呛三人行 眼下已经是2013年了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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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吉利啊 这个数字 又是2又是13点 上海话说13点 所以今年一开头 咱们节目就有很多彩头 首先我觉得桌子上就够带彩的 然后呢 今天节目一开头 迎接新一年 我也给你们放个视频 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好彩头 什么彩头呢 他们说它挺好看的 说是朝阳区检察院 最近判了个聚众斗殴 聚众斗殴好看吧 聚众斗殴罪 然后是什么呢 两家房产中介 争客户租房子的 先是这个领区看房子 后来那个领区看房子 然后在门口 两家房产中介 掐起来了 被人拍下来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 人人狗仔 也不和他的好处 你能看到很多 这个筋骨奇观 我们就用它来迎接 来欢迎我们的2013年的开头 这两个十三点 这要夜谭来评说评说 是否象征了房地产 且激烈的红火 蒸蒸日上是斗蒸的蒸 蒸蒸日上 这个是大概 我估计在今年那个年中 不 2012年 大概上半年的时候 这种打架特别多 可惜都没拍下来 那时候蒸客户才厉害呢 因为那时候 那个房价都往下跌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 那个这艘船要沉没了 然后是有一个客户 哇 眼睛都绿了 然后你也蒸 我也蒸 那就开始打架 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多的 我觉得 现到了2012年下半年 然后到2013年 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呢 房地产起来了 起来 有一位学者 最近北京的学者 给我们描绘了 一幅诱人的前景 说25年以后 北京的房价 每平米80万 一平米80万人民币 你听说了吗 80万里拉吧 人民币 人民币 每平方 他说我绝不是 很多人都变一万富翁了 是啊 他说我绝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个学者 董帆 董教授 董教授感觉 那也是出奇了 那个时候喝杯饮料10万 对 那有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全国的均价 每平米9万 他说25年之后 他是按照什么呢 就是说 每年的现在的房价涨 百分之十几的率 这么来推算 复合增长率 复合增长率也不会到90万 他是说到几几年90万 25年之后 25年之后 有可能 因为他是复合增长 这个就很可怕了 我觉得他说天方夜谭 因为你想想看 这不说你吗 你不就要夜谭吗 天风夜谭 这是天风 天风夜谭说一说 对 待会天方补充 因为他这个你想 如果是每年13% 今年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 涨了50% 然后他是在50%的基础上 第二年又涨43% 这次就是复合增长了 那就有一个有名的故事 就是你按照复合增长率 我给你第一个大米 然后再两颗 再四颗这样增长 对不对 到最后国库里所有的米 都给他了 都放不下的 如果是按照这个来说的话 那当然 那不要说房价到天上去 所有价格都到天上去 问题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 房价怎么可能 在高速增长 在高速增长到25年之后 那中国就完了 我跟你说 客观来说 中国的房价 大概也不会超过到纽约 或者巴黎 这些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房价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们关心那么伟大的宏图 我最近注意到一件小的事情 就是保安 有很多穷人 深圳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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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子都没有租约 都没有一个租房合同 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要一个合同 你的租金就会更贵 因为等于他不给你租约 他大概就可以避税 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 以至于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民工 到了深圳以后 小孩要读书 你要出示证明 你证明你住在这个地方 那要他提供一份租约 要几千块钱 这种是普遍的违法 这严格说来 这就是违法 可是这就是老百姓当 这是移民 这是花几百块 一千块租一个非常小的房子 真是弱势群体 可是普遍的违法 你知道 这是中国人你说咱们的生存智慧 还是什么 打电话去政府那边 他说这是民间协定 我们不管的 你知道最近他们就是在沈阳 就发现沈阳的离婚 能够到达一个多么高的一个概率 好像三比一什么的 这种离婚 就是说都是房子 说最多的一对夫妻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七次 所以就说 他们情比金坚 情比金坚 现在就说离婚手续最简单 是交的钱几百块钱 对 就离婚了 为了买房子 为了孩子 怎么 为了什么 你说 外国人会这样吗 如果外国有一个这样的法律和政策 但是你离婚就可以规避 那么外国夫妻会选择离婚吗 他不是选择离婚 他一开始就不结婚了 我是见过有瑞士人 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 小孩十几岁了 不结婚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就是说他们在报税 各方面 其他有一些好处 咱这是结婚的时候 还没这政策呢 是不是 所以他其实刚才说到普遍为了 其实现在你要说房租交税 从来就是基本上 就是房租的税收是收不起来的 就是不交的 大家所有人都不交 这在香港全交税的 香港你房子出租 你当然要交税 所以内地要向香港学习 现在像我听亲戚说 他在杭州那边办厂 他说现在政府钱不太多 要交税了 那么厂房怎么交税呢 他房租又没有协定怎么交呢 按照你的市场价的租价打九折 再收1.2%的税 他反正你也不交 我给你捅一手 就这么干了 倒过来也可以说 中国人的人情可靠 没有一纸合约 就这么相信了 香港前一阵 生果金你知道吧 给老人多发一点钱 其中有一条规定 要审查资产 你要存款10万以上 就不给你 那这一条要在大陆 他把钱转到小孩账户就行了 结果一问都不肯转 我就吃饭的时候 可是我说香港人老实 你看他们就是不转了 结果他们旁边拍拍我说 你不知道 转给小孩就拿不回来 你说的 为什么讲咱们这个社会里 他们老爱说江湖 江湖 其实你说江湖靠什么 当然对江湖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有很多联想的 其实江湖靠信 就是一个信字 江湖是没有契约的 那么江湖就是 你为什么说 中国的很多个游戏规则里头 江湖 你比如我碰见那种 耳朵斯的做能源的 老板或者是内蒙的 到北京的文物市场上 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说你们北京人 这个心眼太多了 他说我在家乡做能源 就是一个信字 上千万上亿的钱 说给你就是一个信 他说你坑我一回 你可以坑我一回 但是同时你江湖地位没有了 那是以前的鄂尔多斯 现在肯定不行了 最近不是搞一些名车 把人家骗过去 对 江湖也在轮轮 江湖沦落 大哥不复始当年的大哥了 我跟你说 以前是这样子的 包括温州 包括鄂尔多斯 你晚上就打个电话 他们跟我说 温州老板跟我说 我们都不写戒条的 打一个电话 一个晚上上千万 借给你了 就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你不要说打电话 写纸条都没用 他必须要去公正 现在根本都不敢借 告别江湖是好的事情 对 告别江湖是好的事情 人是要靠契约 从身份到契约 才是对现代社会的转变 但是契约会使得好多事情做不成 这个契约拦住了很多事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很多香港公司 他当年在大陆开展业务 他开展不起来 因为一到千契约的时候 俩人就都变成小心眼了 各种各样的未来的不可抗力 不可预知的情况 全要写进去 这个事就没完没了了 就是这个我不行 那个我也不行 那个我不行 那么他做成事情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减少 大陆能做成很多生意 他就是靠着一差不多 咱相信就干了 当然出事也多 是吧 文涛他现在还是大开大合 农民一世 没有我喜欢契约 我当然喜欢 但是我就是说 如果是靠这种契约 很多事情都做不成 这个倒是真的 你比如说 如果是契约 这个一道道写过去的话 你说借个一千万 然后要借很长时间 那煤矿就开不成了 那个油井就开不成了 很多东西都出问题 但是他现在 我跟你说 现在他们遵守契约了 倒不是因为 他们规则意识增强了 而是上当上怕了 我跟你说 不是规则意识强 你现在跑过去之后 你说的这个规则很重要 写张条子很重要 你现在写条子 他还是不借给你 为什么 真没钱 就给骗的 全都骗走了 现在要钱也就出来了 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全世界 有这个非法的资金 进入避税天堂 跟西方的银行 有个统计的数据 这是参考消息 这个一半来自中国 比第二位的马来西亚和墨西哥 多八倍 接下来还有很多国家 特别印度 尼日利亚 菲律宾 都是 但中国第一位 占全世界的一半 他的结论是 这个会隐含 说明长远隐含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一半就是没有企业 靠一个信 江湖 咱们不但是人多 现在钱也多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咱们有钱 问题是 现在有钱 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我给念一段叶谭的话 叶谭就说 如果是穷人 完全没钱 反而也没烦恼了 最犯愁的 现在是手里有点闲钱的 普通人 你要是富人 早就移民了 是吧 但是最烦恼的 就是你手里有钱 但钱也不够多 眼看通胀越来越厉害 找不到任何理财途径 房子 物业税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不敢买 股票 眼看跌到底了 还能再跌出底 黄金白酒艺术品 都已经虚高到回落 而热议的社保亏空 更是让人觉得 晚年没有安全感 活不下去了 对 新的一年 你说说 就像这种人 有点钱的 钱又不多的 他到底该怎么着呢 放银行 这可是日渐减少 这个价值 但他还在 就是你想 现在人过日子 真的是很难过 你听 咱们的管理层的去买蓝筹股 这季度开始 然后到2013年很明显 一线城市房价在上升 广州 我们不是都挺喜欢吗 这城市 小埋腰附近 房价从1万多涨到3万多 成老出药了 压运会 对 就是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都爱开运动会 然后上海也在涨 北京更不用说了 北京的豪宅销售 创出天亮 创出新高 所以你想想看 你如果没有买房 我觉得是有必要 要买一套房的 除非你想移民 你如果不想移民 你必须在交通 烟口的地方 不是去打仗 你买套房 驻扎在那儿 湖汉山先驻扎下来 这个资产就是会升值 但是现在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房地产在分化 不是所有地方在升值 你比如说 你刚才提到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房子你敢买吗 对不对 邯郸还有 邯郸房子你敢买吗 然后还有温州 义乌房子你敢买吗 香港呢 香港已经涨上天了 反正我也买不起 我就看看拉倒了 一边流口水 一边看香港的房价 确实因为那个还会涨 为什么呢 美国在发钞 日本在发钞 这种钞票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没进企业 全都去投资了 投资的第一站的热土 就是香港 再加上内地人 这个香港真是 我跟你说 因为麻烦 还是上海买房子 总而言之 现在你要是有一笔钱在家里 你就坐立不安 对不对 钱就收手 所以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影响到贪腐的方式都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 怎么说 原来的贪腐简单说叫搞费值 现在是板税值 你知道板税跟搞费的区别吗 板税就是再多印 你就又分钱 对你拿稿费呢 你就一次过 我出本书拿了五万 从此跟你没关系了 板税呢 就是一开始钱不多 但是你的书销得越多 它就越多 以前吧 前一阶段的贪腐吧 按张卫英的说法是创造 创造性的 创造物质财富的 它是商人向官员赎满一部分权力 简单的说 我要拿这块地 你批给我这块地 我一次性的贿赂你 烟酒学费 甚至房子汽车表 总之 但是我把你搞定了以后 这个地方就属于我的了 他认为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种 就是在这个贿赂过程当中 社会在发展 可是现在的官员一般不那么愿意做 现在的愿意 你再给我多的钱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给我一大笔钱 我放在家里头发烧 随时还可能被揭露 拿出来是罪 对不对 那现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你要发展什么项目吧 我参与其节 我儿子的公司在里面 最简单 我做大股东 对不对 我看好你这个项目的吧 我12%的 他还不会这么直接 就是刚才需要 他用代理人的方式 用代理人的方式来做 你比如说咱们 像这个高铁 那么多项目 然后他里面采购个小零件 就是上亿几十亿的资金 采购过去之后 我就暗示你一下 哪家公司的产品比较好 所以文桃对你来说 你因为你不是觉得一笔钱麻烦吗 对 但最好的方法是 接一根水龙头 只要这个东西将来 它牵涉国际民生 它要 我们人民要生活 社会要发展 这个东西就一定运作的 没有源头活水来 对 这个龙头就会按一定的百分比 而且你百分比也不会太高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大家的利益 所以它也不会完蛋 而且政治上有安全 因为你就算财产申报 我亲戚做生意可以吧 这也不犯法 所以现在的贪腐的最根本性的转折 就是从搞费制转到了板税制 从一次性转到了长期性 所以啊 而张维迎的说法呢 前一种是创造财富的 后一种是破坏财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 假如你是买断了这个地方 它这个商场 它按照资本主义规律运营的话 它不能随便来政府要监管它啊 对面人家可以有竞争啊 但只要你这个里边有12%的股份 是某高官的媳妇的弟弟的朋友 这样的做的话 谁敢跟他竞争啊 长期有政策倾斜 那就保护费了 对啊 你明白没有 所以他长远 表面上他没有一下子贿赂 实际上他更长久的 彻底的破坏你的市场规律 我们啊 这个从那个张卫英的角度啊 我们可以更深一步 他说第一阶段还有点用 第二阶段就彻底的玩玩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阶段肯定会衍生到第二阶段 是 因为第一阶段 大家该占的地也占了 该批的条子也批了 大家都差不多了 而且拿了一包钱在家里不安全啊 对啊 我需要长期经营啊 除了我我还有儿女 然后我还有孙子孙女儿 对不对 大家都需要 其实我下去也不妨碍我们家族这么发展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必然就是 然后项目又少了 大家眼睛都盯着 那大家都是 但是长远来说对这个国家呢 他就变成了一句公私合营 这我们50年代的一个 这是我的形容 他这个公私合营就是说 他是私营企业 但是大家脑子里看到他是谁谁谁的 所以他长远 哎呀 我觉得这是太好了 这不就是实现了那个什么 太好了 这不是 对啊 太好了 这就实现了那个叫什么 大河没水小河干 大河有水小河满嘛 对对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反腐专家徐子东在谈谈 我不是专家 这个这个王岐山才是专家 因此在去年年底 我看到了两个最天方夜谭的建议 一个是卡特说中日共管钓鱼岛 很浪漫 真的吗 美国前总统说的 第二个就张维英说 他说以18大滑解 18大之前的贪腐特色 18大以后的追究 再查出来贪腐 前后旧账一起算 我个人觉得这是个非常浪漫 但是要真能做到的话 也不坏 所以一三年 一三年是个天方夜谭之年 对 夜谭你怎么看 是一个转折年 对我别天方了 我原方你怎么看 夜谭你觉得是吗 如果是我问你 如果真的是以2013年为界 18大为界 进行特色的话 那我估计所有的财产 我们都是18大之前形成的 18大之后就没财产了 就没有资产 那以后不就清廉了 哎呦你真是我觉得 我当然很尊重他们 但是我身为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所倾倒 所折服 太浪漫了 以前开好的水龙头 那没办法了 但以后就不能再 否则的话有完没完 不不 我问你 难道你以为了 你特色之后 他那个水龙头当天就拧上了吗 不不 已经开 我讲过了 已经开好的就开了 就一直流下去了 对不对 就一直流下去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随便意 你们别天方夜谭 我作为天方 我看着你们俩这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好笑 对 你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在这还 你那水里有你的吗 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这里面都有我们的血汗 我觉得你们俩才天方夜谭的 你这样 他们跟我们 这集节目钱拿了没有 钱是跟我们没关系 操的真是太监 不是我们皇帝不急 太监急 就是操的是宗南海的心 吃的是白菜 然后地沟游 对 对 两个人还是以国分忧的 问题是他侮辱我们的智商 我跟你说 一开水龙头就开了 对不对 他侮辱我们智商 最近那个股市里头有个例子 很典型的 他说我就是股神 他三个内幕交易 那么公司要并购重组 然后你去查他 他说我没有任何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罗冠文明启示录 我通过二级市场的运动 我看出来这支股票肯定会升